少年们至始至终有个疑惑 为什么霸气侧漏的伊林老祖在韩光军面前这么娇羞 为什么冷落冰霜的韩光军在伊林老祖面前那么温柔 两个大男人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伊林老祖怎么就成了姑苏兰氏的家眷呢 这帮听学的孩子来自世界各地 有修仙界的也有非修仙界的 有部分孩子的眼界比较开阔 对望线的事情见怪不怪 也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没有见过世面 他们认为男人应该跟女人在一起 才符合乾坤阴阳之道 然而他们见到魏无羡和蓝望鸡的相处模式之后 并不觉得难以接受 反而对这种美好的感情新生向往 他们的魏前辈虽然潇洒又娇巧 却一点也不阴柔 看起来比韩光军还要阳刚 暗自狭想 如果魏前辈跟一个姑娘生活在一起 他也会是个好丈夫吧 会宠溺老婆听老婆话的好丈夫 韩光军的气质高冷严肃 他的五官却是俊雅圆润的 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极富魅力 如果他娶的是位姑娘 那姑娘一定是个娇巧活泼的主 不过世界上有比魏前辈更娇巧活泼的人吗 没有 所以他们是天生一对 孩子们已经跟魏无羡混熟了 知道他洒脱的孩子王性格 也就不管玩抹角 而是直白地抛出心中的疑惑 魏无羡啃了口苹果 噎住了 我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这个问题其实魏无羡曾经想过的 在不夜天坠崖之前 他对蓝湛始终高看一眼 蓝湛在他心中是个极为圣洁的存在 容不得别人亵渎半分 阿月弄脏了他的衣服 魏无羡比他还要不自在 他也能看出蓝湛待他比待旁人特别 且不说那个则是明珠的蓝二公子 在危难中救过他多回 三番五次给自己弹琴尽心 他更是仅有的一个不带任何目的的 偷偷来以灵看望自己的人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得到过这种待遇 那时候的他们并未将喜欢说出口 也没有条件在一起 甚至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一起 一个走正道 一个走轨道 一个在姑苏 一个在遗陵 除非山无能天地和 否则他们永生永世不可能在一起 魏无羡没有想过自己还有重归于世的那一天 也没有想到蓝湛会为了他手生如玉十六年 他只知道重生以后就被蓝湛忽在羽翼之下 未曾再理风霜 蓝湛再也没有纠缠轨道损生 更损心性的事 再也没有打落他的酒坛 把他抄家规 再也没有让他独自一人 上独木桥走到黑 被人保护的感觉真好 被人理解的感觉真好 被人接纳的感觉真好 他曾经也是开天辟地 创过夜的人 而且差点成功了 当年的怡林老祖多威风啊 战山为王 明满江湖 令整个修仙界闻分丧胆 为什么他重生后 没有回怡林乱葬岗二次创业 而是选择依附姑苏兰氏呢 重生以后 云梦已回不去了 怡林也物是人非 他不再是一只陈情 横扫三千将士的怡林老祖 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一直一直是个孤儿 在人世间举举独行 兰湛重振乾坤 给了他一条好走的路 然而路是平坦了 人却孤独了 兰湛给过他温暖和依靠 人一旦尝过甜头 又该如何度过后半生 那时他才知道 他对兰湛的依赖 已经超越了对理想信念的坚持 他的坚持不会有实际效果 可他依赖的那个人 却等了他半辈子 他本以为 自己眷恋的是年轻时 那精彩绝艳的一件 惊艳了多少人的目光 后来才知 他眷恋的是兰湛的深情与温暖 所以他舍弃了 引领老祖的无上荣光 选择隐身红尘 跟兰湛回姑苏 过起了平凡日子 不要天赋异禀 不要一鸣惊人 不要战山为王 前半生正来的荣光 都化为尘土 只有红尘里那些热腾腾的气息 才是他后半生的渴望 引领老祖是个简单的人 不会算计 不会权衡利弊 谁真心对他好 他就把心交给谁 不管别人怎么看 不管是对是错 也不管那人是男是女 他从来不考虑这些 如果蓝湛是女人 他更加要对蓝湛负责不是 幸运的是 他这么想的时候 蓝湛也这么想了 蓝忘鸡跟他一样简单 爱了就爱了 女人能给他的东西 魏英也能给 女人不能给的东西 魏英更能给 那还纠结什么 而且魏英比女人还可爱 比女人还娇俏活泼 总能轻易拨动自己的心弦 在一起吧 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 在一起吧 引领老祖和姑苏兰市 强强联手 可谓万事 开太平 魏前辈 魏前辈 少年们的呼唤 把他拉回现实 魏无羡无所谓的 把苹果盒一扔 指着那几个小子道 小小年纪不好读书 光打听大人的八卦 看来是家规超少了 别别别 魏前辈 我们这就上课去 少年们把头摇得像波浪谷 领起书本 忙不迭跑回教室 身旁晚了一步 就被魏前辈逮到藏书阁 朝家规 魏无羡回到近视时 蓝旺鸡正在批改卷宗 他心口一暖 像只兔子一样 爬到蓝旺鸡腿上 蓝旺鸡伸手摸摸他的背 不是说出去玩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嘿嘿 魏无羡在腿上蹭了蹭 眼眶湿润 似有液体要留下来 外面不好玩 我想你了 蓝旺鸡合上卷宗 捧起魏无羡的脸 发生什么事了 魏无羡道 没有 就是想你 看着你还想你 每当傍晚的这个时候 世界总是静谧而安详 想说一句最温柔的话 却发现 你的回眸 是我饮过的最烈的酒 韩光君太古板了 一点都不浪漫 少年们来咕嗽蓝室的听学 快两个月了 从来没有见过 韩光君笑过 他永远一副淡淡的神情 好像对什么事都不在意 可是又让人无端害怕 他们暗暗的想 虽然韩光君很爱为前辈 虽然韩光君很厉害 可是要跟这么冷 这么闷的人 生活一辈子 也会很无趣的吧 不过看魏前辈的生活状态 他一点也不无聊 很乐在其中的样子 顿时在心里 对魏无羡表达了 真挚的赞赏 不容易啊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